大家好,這是王狗 那今天要來講我們的睡前懸疑故事 這系列講的都是真實發生的懸案 不過我會以說故事的方式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夠用最輕鬆的方式了解 並且獲得一些啟發 這次的主題是香港的玩偶藏屍案 受害者 范敏儀 22歲 夜總會工作者 出身貧寒 負擔家中的經濟支出 因為急需母親的醫療費而去借了高利貸 最終深陷於債務的困境 加害者 陳文樂 33歲 黑道成員 經營毒品和高利貸生意 性格殘酷 視權威和金錢為至上 對范敏儀有極強的佔有欲 梁聖祖 26歲 陳文樂的心腹 暴力且麻木 擁有一絲隱藏的人血嗜好 對執行陳文樂的命令樂此不疲 梁偉倫 19歲 陳文樂的另外一名手下 沉默寡言 行事冷酷 將陳文樂視為無可置疑的權威 願意為他執行最骯髒的任務 張敏 13歲 梁偉倫的年輕女友 青春期的迷茫讓他依賴於陳文樂 崇拜他的強勢 卻對暴力生活感到不安 第一章 黑暗的選擇 1998年 香港尖沙組的夜總會 1998年的香港 尖沙局是個令人炫目的地區 霓虹燈光照亮了每一條繁忙的街道 作為香港的心臟地帶之一 尖沙局以其繁華的夜生活 和靈力的高檔商店聞名 白天這裡充滿了摩天大樓的倒影 夜晚卻變成另外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 酒吧 夜總會 卡拉OK和賭場無處不在 形成了一個喧囂而奢華的世界 在尖沙局的暗巷裡 隱藏著各種五光十色的夜總會 門口排滿了身著華服 穿著高跟鞋的年輕女孩 來來往往的顧客更是形形色色 有的是香港本地的生意人 也有些是從周邊地區 特地而來循歡作樂的旅客 這些夜總會的表面 充滿了紙醉金迷的氣息 但在華麗的外表之下 卻是一個危險且複雜的世界 金錢 權力 黑道 勾結在此而交織 成為許多人難以擺脫的黑暗深淵 其中有一家夜總會在地下格外的知名 不是因為奢華的裝潢或高檔的服務 而是因為這裡被當地黑道勢力 當作交易的隱蔽場所 許多普通人對這裡的生意 密而不宣 默認其存在 因為背後的勢力讓人不敢多贏 這一家夜總會 不僅僅是客人循歡作樂的場所 還暗藏著毒品交易 和高利貸的黑幕 這些違法活動的背後 控制著夜總會命脈的人 是監察局當地一名黑道成員 陳文樂 他經營高利貸和毒品的生意 對這些夜總會的經濟活動一清二楚 且時常在此布下沿線 觀察來往的客人和年輕女孩 隨時準備對任何潛在的合作對象下手 范米儀便是這一家夜總會的其中一員 她年僅22歲 因為家境貧寒 請生病需要巨額的醫療費 不得不措學來這裡工作 而家中的經濟壓力 將她困在這個環境中 她每天在這裡陪著客人飲酒談笑 心中卻充滿了對未來的恐懼和茫然 某一天范米儀的母親 卻突然病情惡化 她不得不面臨支付昂貴醫療費用的壓力 終於忍痛走向了陳文樂的地盤 向她借了一筆高利貸 當時她只求能夠盡快度過眼前的難關 並未意識到這將是惡夢的開始 第二章背叛的代價 1999年2月 尖殺局夜總會和陳文樂的住所 在這個五光十色的夜總會裡 范米儀已經工作了將近一年 她已經習慣了尖殺局夜生活的紙醉金迷 也逐漸麻木於這些夜晚的喧囂 每當她與形形色色的客人寒暄 表面上帶著笑容 內心卻如一灘死水 自從向陳文樂借了高利貸以後 范米儀便深感自己一步步的掉進泥鬧 每個月的利息不斷的累積 她掙扎且試圖償還 但夜總會的薪水微薄 甚至沒有辦法支付利息 范米儀越來越清楚 自己無力逃脫這場夢魘 這筆錢可能會徹底摧毀她的人生 而陳文樂是個忍護無情的黑道成員 掌控著尖殺局的高利貸和毒品交易 她時常造訪夜總會 身邊總有一群馬仔 她對范米儀的窘跡心知肚明 並且善於利用她的弱點 陳文樂認為 像范米儀這樣的年輕女孩 家境貧困且毫無依靠 是她最理想的債務人 容易控制並且沒有辦法反抗 在某個夜晚 陳文樂又來到了夜總會 她像往常一樣坐在霸台前 眼神冰冷的掃視著四周 身旁的馬仔們圍著她 氣憤森冷 范米儀注意到她 心裡忐忑不安 卻無法迴避 最終硬著頭皮走上前去 勉強擠出了笑容迎接她 陳文樂瞇著眼睛打量了范米儀 微微的一笑 指了指身旁的座位 示意她坐下 范米儀拘謹地坐在她旁邊 雙手緊握 明白這場談話並不單純 她低聲地問道 請問你找我做什麼 陳文樂緩緩地說 你的緩緩情況 我很不滿意 你知道嗎 她的聲音冰冷 語氣中隱含著威脅 范米儀的心猛然一緊 眼神中透出無助 她試圖解釋自己償還困難 但話未出口 陳文樂便冷冷地打斷了她 我知道你有難處 但這不是我關心的事 你借了錢 你就得還 既然錢還不出來 我有別的方案 陳文樂的話中帶著一絲隱密的笑意 像是捕獲獵物的猛獸 而范米儀沉默了 內心的恐懼讓她無法說出話 陳文樂隨即提出了一個合作方案 就是讓她在夜總會幫忙招攬客人 實際上是要暗中幫助陳文樂進行毒品交易 陳文樂告訴她 只要乖乖配合 就可以減免部分的債務 范米儀的心情極度的矛盾 她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被捲進毒品交易 心中充滿恐懼和羞恥 她明白如果一旦踏入這條路 就會越陷越深 但她更害怕的是 若不答應陳文樂的要求 恐怕會招來更恐怖的後果 陳文樂的眼神像一把鋒利的刀刃 逼得她無法拒絕 最終范米儀默默的點了頭 內心躺著眼淚 她知道這是一場無法擺脫的交易 她的命運在這一刻被牢牢的掌控在陳文樂的手中 從那天開始 她協助陳文樂在夜總會的毒品交易 成為了她的一名棋子 她的日子逐漸陷入黑暗的深淵 走在奸殺局這些華麗的街道上 心卻越來越空洞 背叛的種子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 范米儀內心開始對這種合作感到厭倦與厭惡 她的生活被恐懼與羞恥吞噬 她的夢想、自由、甚至是未來 全都被陳文樂牢牢的掌控著 她開始暗暗的盤算著 如果有機會 她要設法地逃脫這一切 某一天 機會終於來了 在一次毒品交易結束後 范米儀偷偷地從陳文樂的錢袋中 拿走了一大筆現金 這一筆錢 足夠她償還大部分的債務 也足以讓她離開香港 開始了新的生活 她告訴自己 這是唯一的出路 在這一刻 她內心充滿著矛盾的情緒 一方面是擔心被陳文樂發現 並且遭到報復 另一方面 卻懷抱著希望 渴望著重獲自由 然而她並不知道 這一顆背叛的種子 已經無形地在陳文樂的心中 點燃了怒火 幾天後 陳文樂在清點錢款時 察覺有一筆現金的缺失 她的表情瞬間陰沉下來 心裡早已猜到可能的內鬼 對於陳文樂這樣的黑道成員來說 權威和控制力至關的重要 任何的背叛都是不可允許的 她的腦海中 立馬浮現了范茗怡的身影 連想到她最近的舉止異常 她的懷疑更加肯定 在內心的猜測和憤怒 逐漸升溫的同時 陳文樂決定採取行動 隔天夜晚 陳文樂下達了命令 她召集了兩名忠心耿耿的手下 梁聖祖和梁偉倫 詳細交代了計畫 讓他們去找范茗怡 梁聖祖和梁偉倫心靈神會 他們深知陳文樂的手段 在他們的眼中 這是對老大的忠誠任務 當晚 范茗怡下班後正準備回家 卻被梁聖祖和梁偉倫攔下 他們對她聲稱說 陳哥 有話要問你 范茗怡一聽 臉色驟變 直覺到不妙 想要逃跑 然而梁聖祖和梁偉倫 早已將她團團圍住 毫不費力的將她架起 強行帶上車 開往奸殺局那棟破舊公寓 第三章 黑暗的折磨 1999年6月 奸殺局的破舊公寓 范茗怡被帶至尖殺局一棟破舊的公寓 這棟公寓平時少有人來訪 門窗破舊 樓梯間狹窄昏暗 滿是污漬 空氣中飄散著霉味和一個難以形容的潮濕氣味 這裡的居民大多來自底層 對周圍的異常現象習以為常 甚至故意視而不出 對於黑道勢力的出沒 他們選擇保持沉默 以免惹禍上身 梁聖祖和梁偉倫 把范茗怡帶進公寓內的一間小房間 將她捆綁在一張椅子上 房間的牆上擺著各種破舊的玩偶 昏暗的燈光下 這些玩偶的眼神 冷酷且詭異 彷彿在靜靜觀察她的痛苦 房間內瀰漫著發霉的氣味 地板上污垢斑斑 她意識到 這是一場難以逃脫的惡夢 在陳文樂的指示下 梁聖祖和梁偉倫 開始對范茗怡施意酷刑 起初 他們用塑料袋 將她的頭套住 讓她窒息到幾乎無法呼吸 再冷冷地將袋子摘下 看她無力地喘息 梁聖祖用煙頭燒傷她的手臂 梁偉倫則在她的皮膚上 畫下細細的刀痕 梁聖的精神逐漸崩潰 她的求救聲 迴盪在破舊的公寓中 卻無人回應 只有周圍的玩偶 無聲地注視著她 彷彿見證她的痛苦 這種酷刑每天重複地進行 梁聖祖的身體和意志力 逐漸被摧殘 她的皮膚上 滿是燒傷與劃痕 手腳因長時間地被綁而麻木 渾身無力 每天她的內心都在承受著恐懼 痛苦折磨 每晚的寂靜中 只有她微弱的哀嚎聲 迴盪在房間裡 彷彿夜晚的地獄 深深訴說她的絕望與無助 第四章 張銘的目擊與告發 一九九九年六月 尖殺局的破舊公寓 十四歲的張銘 是個叛逆迷茫的青春期少女 父母離異 家庭支離破碎 很早便離家四處遊蕩 直到遇見了比她年長五歲的梁瑋倫 梁瑋倫對她展現出強勢神秘與保護 讓張銘深深的著迷 她被梁瑋倫帶入了奸殺局的黑暗世界 親眼見識到了權力 甚至成為了梁瑋倫的女友 她覺得自己被特別寵愛 享受著梁瑋倫給予的特別地位 某個夜晚 張銘如如往常來到這棟公寓 卻在走廊裡 聽到了微弱的哀嚎聲和沉悶的聲音 她循著聲音走過來 發現陳文樂用來窮進范敏儀的那間房間 門扮演著 她心中充滿好奇 悄悄地推開門 在那裡她看到了驚人的一幕 在恐怖昏暗的燈光下 梁瑋倫被綁在一張老舊的墓衣上 身體僵硬地靠著椅背 滿臉驚恐 她的臉色蒼白 滿是擦傷與瘀青 手腕和腳踝被粗繩勒出一圈圈身紅的痕跡 滲出細微的血珠 她顫抖著抬頭看向張銘的方向 眼神中充滿了求助與絕望 范敏儀認出張銘之後 眼中閃過一絲微弱的希望 她嘗試挪動被綁住的身體 微微發出求救的聲音 然而 范敏儀虛弱的聲音傳到張銘耳中時 卻變成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恐懼 張銘真正地站在門口 渾身僵硬 心臟蹦蹦直跳 她願以為自己了解梁瑋倫 卻不曾見過如此殘忍的場景 她的目光掃過房間 看到四周的玩具 擺滿在陰暗中 尤其是一個巨大且詭異的 Hello Kitty玩偶 靜靜地坐在角落 彷彿在見證著這一切 而這些玩偶的空洞眼神 和英倫笑容 讓張銘心聲含義 她的身體本能地往後退去 當張銘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間時 她的內心掀起了巨大的波瀾 她不斷回想起 范銘怡那哀求的眼神 那雙眼睛像是滲入了她的靈魂 帶來無法驅散的愧疚和恐懼 張銘知道 陳文勒可能正在懲罰范銘怡 對於她來說 背叛是無法容忍的 可是她也無法否認 范銘怡是個活生生的女孩 如今正在被殘忍的折磨 張銘的內心陷入了矛盾的漩渦 她深愛著梁偉倫 覺得自己在她身邊 才有安全感和歸屬感 這是她從未在破碎的家庭中得到的 梁偉倫的強勢、控制 對她而言既是保護 又是讓她害怕的源泉 而另一方面 她不禁開始害怕梁偉倫 害怕她的手段冷血無情 甚至擔心如果她說出真相 也會面臨類似的下場 為了緩解內心的矛盾 張銘便開始不斷說服自己 試著合理化這一切 她反覆告訴自己 范銘怡可能罪有應得 或許她真的犯了錯 才會遭到陳文勒的懲罰 然而即使張銘拼命掩蓋自己的內心良知 范銘怡的影像和哀求聲 卻像幽靈般的揮之不去 她開始失眠 經常被惡夢驚醒 夢見王偶的詭異笑容 和范銘怡痛苦的眼神 夢中那些王偶 彷彿化為人眼旁觀的見證者 凝視著她的恐懼和不安 每當她醒來 內心便感到愧疚難安 她幾次想找陳文勒詢問 試圖尋找答案 然而每當她鼓起勇氣接近她 陳文勒冷酷的眼神 和冰冷的餘氣 便讓她瞬間退縮 她的強勢 讓她無法開口 更讓她產生一種深深的恐懼 若她再繼續追吻 恐怕會引火上升 隨著日子一天天的過去 張銘的心理壓力愈發沉重 她開始覺得自己無法再沉默下去 內心的愧疚與恐懼壓著她喘不過氣 范米宜在窮盡中 不斷遭受折磨的畫面 在她腦海裡揮之不去 成為她心裡無法承受的重擔 她害怕自己正在成為共犯 她的沉默 無益於間接參與了這場殘酷的虐待 最終她的精神徹底崩潰 某個夜晚 她再也無法忍受內心的自責和良知的譴責 她偷偷離開了公寓 跑向了尖殺局警局 向警方描述了范米宜的死狀 以及陳文樂和她的手下如何對她施以酷刑 最終將范米宜藏於Hello Kitty的玩偶之中 此刻她不再是那個被梁維倫寵愛的特別存在 而是一個帶著罪惡感的年輕女孩 渴望著救贖和解脫 張銘的公訴讓警方震驚不已 尤其是她對范米宜所受的虐待 和殘酷細節的描繪 讓警員們都感到毛骨悚然 她不僅提到了范米宜被窮禁的房間 還細緻描述了那個美人魚造型的Hello Kitty玩偶 她聲稱陳文樂將受害者的屍體藏在裡面 這一切聽起來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但張銘情緒崩潰的模樣和講述的細節 卻讓警方無法忽視 她的供詞完整 並且符合很多現場的線索 經過多方考量 警方認為張銘的供詞可靠性極高 並懷疑這可能涉及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未避免陳文樂察覺異常 轉移證據 警方便迅速組織了一支突擊小隊 決定對尖殺局這棟破舊公寓展開全面的搜查 突擊小隊隊員身左便衣 攜帶搜查令 準備於凌晨時分敲襲無聲的進入公寓 確保不引起公寓內其他住戶的恐慌 凌晨三點 香港的街道逐漸冷清下來 在尖殺局偏近小巷的一角 警方小隊悄悄地進入公寓內 走廊中靜得出奇 樓梯口的昏暗燈光忽明忽暗 伴隨著草濕牆壁上斑駁的水質 為這次行動增添了幾分詭異的氛圍 警員們小心翼翼地進入這間位於走廊深處的公寓 警員們再來到公寓住所後 很快便來到張銘所描述那間坊間的門口 大門緊閉著 門縫中傳來一絲淡淡的腐臭味 領隊一聲下令 員警們便迅速破門而入 一股濃厚的石頭軌撲鼻而來 燈光瞬間照亮了房間的每一個角落 房間裡的景象讓在場每一位員警 都感到不寒而栗 這間小房間裡擺滿著各種破舊的玩偶 牆上殘破的油漆剝落 地板上有乾枯的血跡 角落堆放著一堆凌亂的物品 最引人注目的是 那個詭異的美人魚造型 Hello Kitty玩偶 靜靜地坐在角落 玩偶的臉 在這昏暗的環境下 顯得異常的冰冷 帶著緊張與懷疑 圓警們圍上前 小心翼翼地靠近這個Hello Kitty玩偶 根據張敏的描述 警方懷疑這個玩偶內部 隱藏著泛敏儀的遺體或部分殘骸 一名圓警戴上手套 用工具輕輕撬開玩偶的縫線 將填充物慢慢清理出來 隨著填充物被取出 玩偶內部的內容物逐漸露出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警方在玩偶內發現了人類頭顱 且洋娃娃的棉花內布滿絲綢 頭骨已被人煮熟 這個發現讓在場的圓警 倒洗一口冷氣 他們很少見過 如此殘忍的嘗屍方式 范尼儀的頭顱被塞進玩偶中 成為這起殘忍謀殺的鐵證 隨著這一震驚的發現 警方展開更為仔細的搜查 他們在房間內各處找到一些 分散的血跡、未清理的刀具 一把鐵錘 及一個懷疑乘坐烹屍用的鍋具 這些都成為案件的重要物證 除此之外 警方還在現場找到一些 寫有陳文樂名字的文件 直接將這起案件與他聯繫起來 所有證據都表明 這裡發生了一場無比殘忍的虐待 和謀殺的行為 案件曝光與社會震撼 當警方確認所有證據後 迅速將其整理上報 很快 這起驚人的案件成為媒體的頭條新聞 並被冠以 Hello Kitty常識案的稱號 這個名字迅速傳遍了整個香港 乃至全亞洲 案件的殘酷性 讓社會各界震驚不已 人們對案件的細節無法釋懷 尤其是對於受害者遺體被藏在 Hello Kitty網友內的這一細節 更讓所有人不寒而栗 媒體對案件的報導充滿了恐怖元素 公眾對此案的關注持續高漲 並引發了香港對地下勢力的討伐聲讓 市民開始質疑警方對黑道的打擊力度 也對社會的安全產生深深的不安 在所有證據確鑿的情況下 警方對陳文樂、梁勝祖和梁偉倫 三人進行了迅速逮捕 這三人被控以綁架、虐待和誤殺罪 並被帶往警局接受審問 張敏的證詞成為案件的重要關鍵 他補充了許多警方無法透過誤證推敲出的細節 使案件更加的完整 他回憶了范敏儀在窮盡期間遭受的種種酷刑 並詳述了陳文樂如何指使梁勝祖和梁偉倫肢解實體 將頭顱塞於Hello Kitty中的殘忍細節 在審訊中陳文樂試圖辯解 聲稱自己從未打算殺害范敏儀 並將一切責任推給兩位屬下 而梁勝祖和梁偉倫同樣否認了主要責任 兩人都稱只是聽從指令 讓旁聽的市民無不感到憤怒 陳文樂還試圖將張敏描述成偏執的妄想 試圖削弱他證實的可信度 但他們三人的辯解在大家聽來 都顯得蒼白無力且可笑 所以高等法院最終認定了張敏的證詞 真實可信 並且警方的物證和現場搜查結果 都證實了他的描述 在法庭上 法官對陳文樂的忍酷無情和極度殘忍 進行了強烈譴責 稱他的行為完全喪失人性 嚴重違反社會道德底線 最終陳文樂和他的手下梁勝祖梁偉倫 三人被判誤殺罪成立 均被判處終身監禁 無期徒刑永不得假釋 雖然案件最後得到了法律上的公正裁決 但對於張敏而言 這起案件的影響遠未結束 他雖然協助警方揭發了真相 但內心的愧疚與自責卻無法抹去 他始終無法釋懷自己曾經的沉默 他的夢中經常出現泛敏以無助的眼神 和那個陰生詭異的Hello Kitty玩偶 這些揮之不去的陰影 成為他內心永遠的枷鎖 日後張敏逐漸與社會脫節 最終選擇進入一家心理療養院尋求幫助 他在療養院裡無法擺脫那段痛苦的記憶 幾年後在內心的折磨下自殺身亡 而警方的報告將他的死因定義為 極度心理壓抑下的自殺 在他的房間裡 警方發現了一本寫滿自責和懊悔的日記 還有一個小小的Hello Kitty玩偶 靜靜地擺在書桌上 而這起Hello Kitty嘗試案的結局 在法律上得到了公正 卻留給社會久久無法抹去的陰影 這起案件不僅讓人們看到了 黑到勢力的殘酷無情 也揭露了沉默和自私所帶來的代價 張敏的自殺更成為一個警惕 提醒世人沉默的見證者 無異於犯罪的共謀 而發生本起凶案的公寓 死後更是頻頻出現各種靈異現象 而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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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